一場車禍毀了李秀雲一家的天輪 她的先生一到車禍 然後就住在醫院 好像一個植物人 因為他們一路來 就是依靠Madam Lee的丈夫的 他們吃這些 全部是她的丈夫來處理 幫她處理的 無漏偏逢連夜雨 李秀雲自己也因為雙腿無力 而在家中跌倒 失去行動力的李秀雲 整日坐在椅子上無法自理 16歲的兒子也不懂如何 幫母親打理 只能任由母親在椅子上就地解決 志工接到鄰居的通知後 便前來為李秀雲清理身體 一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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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發現李秀雲身上長有乳瘡 於是安排仁醫慧醫師為她清理傷口 並為李秀雲找到一家療養院 讓她安頓養傷 志工也經常到療養院關懷李秀雲 出了要安她的身更要安她的心 今年一月李秀雲安詳往生 她的丈夫也在相隔三個星期後往生 留下兒子一人 由於李秀雲生前行動不便 因此家裡堆滿了雜物也無人清理 志工原本就打算為秀雲一家打掃房子 但遇上行動管制令 只好延後計劃 一直到丈夫放寬條件 志工才得以上門進行打掃 對秀雲兒子的關懷也從未間斷 你的房間呢 那個 那邊呢 最困難的地方要去處理它的垃圾 因為畢竟垃圾很多 有一些物品也是放得太久了 把它出一些味道 然後我們需要更多的能力 第一把它清理掉 幫忙咧 因為未滿18歲 李秀雲的兒子不能獨自住在家裡 如果沒有人收養他 他就會被武力局接走 並送到距離較遠的股兒院 為此 志工積極為秀雲兒子 尋找一個相對來說更鄰近 方便志工前往關懷的安身之處 也是很感恩 因為今天也是有老師他們 還有提報人 他們一起來討論 要如何去安動這個孩子 大家就有一個決定 就是要把這個孩子送去孤兒院 我們還是會繼續去孤兒院那邊 關懷他 從李秀雲到他的兒子 志工拉長情 擴大愛 一路相伴到最後 讓社會多一份善與愛的暖流 行善如常 是慈濟人的使命 也是本分 更是浮惠雙修的修行 帶來新聞馬來西亞綜合報導